第39题 实验室利用青酸钾加硫酸胺 愈合成青酸胺时 偶然得到尿素的有机化合物 从此推翻了有机化合物 必须从生命体有机体中得到的说法 目前有很多有机化合物 是以无机化合物为原料 都在实验室用人工方法制的 第39题 在甲乙饼分辨有机物与无机化合物的叙述何者正确 甲在早期的生机论者认为 只能靠生命的细胞合成 才可能成为有机化合物 有机物是不能被非生命体所合成的 这个说法是对的 这是提干前面所叙述的 以化学家乌勒在实验室利用青酸钾加硫酸胺 预合成青酸胺时 偶然得到尿素的有机化合物 从此推翻了有机化合物 必须从生命体得到的说法 这个叙述也是对的 这也是提干中告诉我们的事情 有机化合物并含碳 C但含碳的不一定为有机化合物 这个是对的 这是老师上课强调要同学记住的 有机化合物一定含有碳 但含碳的不一定是有机化合物 比如说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碳酸原类 他们都含有碳 但是我们承袭过去的习惯 仍然列为无机化合物 所以甲乙丙的叙述都是对的 第三九题问我们说 在甲乙丙分辨有机与无机化物的叙述 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A 甲乙丙 就是了解 甲乙丙分辨